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乳腺癌吗 月经倒是挺准的 就是太多 每次卫生巾都要用三次十张 太不方便了 好像还有点贫血 月经 成熟女人的标志 是让不少女性既爱又恨的一件事 这其中也有不少困惑 本次课程希望可以使大家对女性的深植生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女性生殖系统生理 说到生殖系统 大家自然会想到它的功能就是生殖 繁衍后代 其实这还不够 除生殖功能以外 女性生殖系统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功能 了解女性生殖系统的生理功能及其调节 是女性做好自身保健 保持健康美丽 维持人类生殖健康的基础 本次课程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女性多彩的一生 奇妙的月经 卵巢周期 磁润基础的生理功能 以及月经周期的调节 以上几个方面我们来了解女性生殖系统的生理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常见的月经异常 首先我们来看女性多彩的一生 人们说女人善变 的确 从一个咕咕醉地的小婴儿 到天真可爱的小女孩 从朦朦胧胧胧的青春美少女 到充满活力的成熟女性 再到睿智的中年女性 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在变 在性成熟期 每一个月女性也在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这是女性与男性非常重要的区别之一 女性从生命形成到衰老是一个渐进的生理过程 而指挥这个变化过程的是下球脑 垂体 卵巢轴 也叫HPO轴 这个过程反映了HPO轴功能发育 成熟 衰退的过程 依据HPO轴的功能状态 我们把女性一生分为几个阶段 这些阶段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并无截然的分界 他们分别是胎儿期 新生儿期 儿童期 青春期 性成熟期 也叫育龄期 绝经过渡期 绝经后期 新生儿期是胎儿脱离母体 来到这个神奇美丽世界 开始以单独个体生活的开始 时间为身后四周以内 在这个阶段 卵巢功能处于静止状态 但是由于在润尘期胎儿受到母亲胎盘激素的作用 生殖系统及乳房均有一定程度的发育 出生后 新生儿的乳房外因比较丰满 女婴可能有少量的阴道流血 及外因阴道的分泌物 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儿童期为生后四周到十二岁 在此期间内 儿童的体格生长发育迅速 但生殖系统处于静止状态 七岁以前 体态完全无性别差异 如果仅从背影看七岁以内安静状态的儿童 不看法式 不听声音 穿中性的服装 完全无法区分男孩还是女孩 一般在八岁以后 HPO轴开始有一定程度的活动 体态逐渐开始有性别的差异 女孩骨盆开始变宽 逐渐向正闪角形的体态发展 而男孩则相反 青春期 是儿童期向成熟期过渡的 一段快速生长时期 此期HPO轴功能逐渐发育完善 一般经历四到五年 俗话说 女大十八变既是指这个时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规定 青春期年龄为10到19岁 这一时期有几个特点 生殖系统逐渐发育完善 卵巢增大 卵炮发育 并产生性激素 生殖器官从幼稚型逐渐向成人型转变 子宫增大 外因发育 并有摄树沉着 第二性征出现 一般以乳房萌发为起点 以后出现阴调变高 阴毛 夜毛出现 骨盆变宽 皮下脂肪沉积等 逐渐呈现正三角形的女性体态 月经初潮 平均出现于乳房发育后2.5年 是青春期的重要标志 体格快速生长 青春期是人生的第二个生长发育高峰 青春期后身高体重逐渐接近成年 体格发育基本完成 性成熟期为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成熟阶段 卵巢有周期性排卵 并产生性激素 一般从18岁开始 持续约30年左右 此期生殖器官乳房 在卵巢分泌的磁孕激素的作用下 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是女性生育能力旺盛的时期 故也称生育期 绝经过渡期是卵巢功能逐渐衰退的阶段 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 到妇女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月经 一般开始于40岁左右 月经周期开始发生变化 它的标准是出现两次以上 超过7天的月经周期改变 同时可能出现一些绝经的相关症状 如潮热 多汗 失眠 情绪波动等等 平均在49岁左右 月经完全停止 也就是绝经 以后进入绝经后期 60岁以后为老年期 绝经的诊断是回顾性的 需要在月经停止12个月以后 才能明确 请看这张图 这条线代表妇女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月经 从40岁左右开始 妇女月经周期开始发生改变 到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月经 为绝经过渡期 从40岁左右月经开始发生变化 到最后一次月经后一年 为绝经期 也就是说 为绝经期 比绝经过渡期 多12个月 以最后一次月经为界 死前的时间 为绝经前期 死后的生命历程 为绝经后期 以前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更年期这个词 指的是生育期 向老年期过渡的阶段 它和为绝经期 有相似之处 它们的起点是一致的 都是正常月经 开始出现变化 但指点不同 为绝经期的指点 为末次月经后12个月 而更年期 无明确的指点 一般指各种绝经症状 基本结束 进入老年期为止 因此 WHO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建议废除更年期一词 但更年期一词应用多年 深入人心 目前两个词都在使用 以后可能更年期的使用 会逐渐减少 综上我们知道了 女性的卵巢功能 从出生到晚年 经历了从不成熟 到成熟 再到衰老的过程 下面我们学习的 真理知识 主要针对的是育龄期 育龄期妇女 最重要的特点是周期性 尤其是以月经最为明显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月经的奥秘 这次是育龄期间的卵巢功能 在这次育龄期间的卵巢功能 是否有点减少 谢谢观看